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現在有兩個圓 這裡一個圓 這裡一個圓 上下兩個相同的圓 然後直徑是等於4 所以半徑是等於2 這兩個圓 上下我就用一條繩子 很多繩子把它連接起來 這繩子的長度是1加2更到3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就好像是一個圓柱形的 只是說這個側面的話 繩子這樣連起來的話 變成長方形 就是說有兩個圓 把繩子連接起來 看起來有點像燈籠一樣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我就把上面這圓 我把它轉150度 轉150度的時候 這個繩子保持固定 長路保持固定 那這樣的話這兩個圓 它距離會變成多少 會縮小 因為什麼呢 因為比如說這一點 它轉150度 轉到這裡來 這個的話 轉到這裡來 那轉到這裡來的話 那這個長路固定是1加2更到3 那這個距離當然會縮短 那這一點的話 轉120度跑到這邊來 這一點對到這一點 轉120度 150度來 轉這個150度 跑到這邊來 這個長度呢 這個長度呢 跟這個長度是一樣的 那所以這距離當然會縮短 那至於說呢 縮短成多少 那我們呢 要怎麼算 嗯 我就這樣認了 這個叫做 這個x方向 那這是z方向 那這是y方向 那我現在 給它轉什麼呢 轉90度 轉90度以後 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還是x方向 那這個y方向 就轉到這邊來 變成這個方向 按z的話 就是這個方向 sy進 好 那我現在盯住 這個圓上面的一點 這個講得叫圓心 這叫圓心的o 頂住一點 這一點的話 就是那個半徑 這個距離是2 所以這一點的話 是2 rx y座標 這座標是0 這一點是00 400 200 講錯了 200 那這是一個圓 那這是一個圓 然後呢 這一點 它本來呢 跟這個上面那個圓的話 距離多少 距離是1加2跟到3 好 那上面這一點的話 轉到什麼 轉到這邊來 轉了150度 轉到這裡來 那150度的話 這個 這150度的話 這個又30 這30度 這個半徑是多少 半徑是2 所以呢 這一點的座標 是多少 上面這一點的話 轉到這裡 這裡來 它的x座標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這一段 這一段是 那個 這30度嘛 所以這個是2分之1 這是1 這是根號3 所以x座標的話 是等於 負的 根號3 那y座標是等於1 那地座標 不巧 這個就是說 你這一點 轉到這裡 來的話 地座標就這一段 這是地座標 我們就要記好了 那地的話 實際上就是那個高 實際上就是 這一點 本來這一點 轉到這邊 轉到這邊來 那它的這個 就是你給它 轉150度 轉150度的話 你轉到這裡來 那轉到這裡來 x座標 5 根號3 y座標是1 那 z座標是高度 那這高度 就是這兩個圓之間的距離 好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一等多少 就是說 z 點到達z 點距離 就是z 點到達z 點距離 z 點就是z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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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我叫做a好了 那這ap的距離多少 ap ap的距離就是 根號多少 就是 2減掉根號3 負根號3 就2加根號3 的平方 再加多少 0減1是負1 負1的平方 再加0減1是負1的平方 debate 這一點 蹈塔這一點距離 這個距離是多少 是等於那個繩子的長度 繩子的長度是1加2跟號3 那我2 公共1 donné是3 兩邊給他平方的話 這個平方 更好就去掉了 那這個平方以後就是4 加這個平方是3 加上2ab 4更好3 再加1 再加幾平方 這個是等於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是多少呢 1加2更好3的平方 這是1平方 再加後面這個平方 後面這個平方 4、3、12 加交叉下2ab是4更好3 那4更好3跟4更好3可以消掉 然後這是13 這1跟1也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平方等於多少呢 等於12 減掉7 12減7 這是等於5 所以近呢 是等於多少 近等於更好 也就是高度 是等於更好 就是近 是等於更好 這兩個圓之間的距離 是等於更好 所以答案是更好 可以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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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消分 是等於1個